音樂 醫師所以剛剛這個少林的武功 就你們來看到底 可以強化訓練到什麼 它是一個全身積力的訓練 因為我們現在除了 骨質疏鬆以外 最怕的是什麼 是積少症 其實講白了叫肉鬆 所以它全身可以鍛鍊 從腳趾頭往上 而且它不是說 斷在我的二頭肌 不是 它是全身的一個協調 所以它 而且它下來壓的時候 它核心肌群是會有力的 所以變成它每一個小動作 其實都在發力 它是連在一起的 OK 那聖姐 你們通常在飲食上 少林吃素嘛 對 那會有哪一些食物 比方說幫你們保養一下 筋骨的嗎 因為我們每天吃的東西 不是黑的就是虎的 所以它是一個藥膳湯 對 裡面應該會加有一些藥膳 我有時候有幾次吃到藥的味道 那這有可能我們在吃 應該是開個我們一些 這個藥膳湯裡面的藥方 是比較屬於那種活血或化瘀的 那我覺得活血化瘀 當然對你的關節 比如說我們每天訓練這麼強 我們每天練8到12個小時 你的肌肉跟關節 當然你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如果我有這些活血化瘀的藥材 去打通我的氣血 其實對關節應該是有幫助 但你搞不清楚自己吃什麼 真的不知道 其實很多人家裡頭 有好幾罐保養關節的 可是可能跟聖姐一樣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好像是常常會有些人問我說 營養師我今天有關節炎 是不是我應該要吃鈣片 來去做一個補充 其實我們的身體的骨骼 有分成是軟骨跟硬骨 像我們的關節是可以動的 所以它是靈活的 靈活的是屬於軟骨組織 如果是像我們的骨頭 這是不可以動的 這就是硬骨 所以常常我們說的 關節保養 或是一些退化性關節炎的保養 其實我們要吃的是一些 保護軟骨的一些營養素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如果是你是硬骨 就是我們的骨頭 所需要的一些營養素 就是大家有點擔心 骨質疏鬆的那個部分 對 如果是有骨質疏鬆 你想要去做預防的話 你可以吃一些有礦物質的東西 像是美心頭膜 鈣 它都有金字旁 金字旁就是是硬的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屬於補充硬骨的部分 補充骨骼的部分 如果是說在軟骨組織的話 你去想要補充一些軟軟的 水水的 讓它可以Q彈的 其實像是我們常聽到的 葡萄糖胺 軟骨素 膠原蛋白 或是打玻尿酸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部首都是肉質旁 不然就是尿是有水對不對 這些軟軟的 水水的 其實它就可以幫助 我們關節的靈活跟潤滑 好 那如果在食物當中 硬骨跟軟骨 我們從哪些食物上可以 大家可能可以攝取得到 那如果是像是這一些 我們說的這些軟骨的組織的話 它需要的一些營養素 就比較會偏向在我們食材中 會看到的像是一些豬腳 漆皮 其實它同時會存在著 比較多的一些熱量跟膽固醇 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市面上我們所看到的 這些琳瑯滿目的營養品 其實主要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我們剛才說 顧關節的這些潤滑 所以像是我們剛才說到的 葡萄糖胺 軟骨素 或是膠原蛋白 它這些最主要就是 有點像是我們的關節的一些潤滑液 它可以去補充它的一個滋潤度 所以是補充的概念 那第二大類是做一個抗老化 像我們剛剛都有提到說 關節其實退化就是一種老化 對 所以像我們平常吃的一些蔬菜水果 它裡面還有豐富的一些維生素 像維生素A C E 或是一些植物營養素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關節減少 一個老化的現象 所以可以做一個關節的 一個全方位的一個保健 那再來還有第三類 就是很重要的是一個抗發炎的 抗發炎的一些營養素 對 這些營養素 其實像我們聽到的薑黃 或乳木果油 它這些都是抗發炎的一個方式 但有一個很特別的營養素 叫做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這個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跟剛剛我說的這個膠原蛋白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有個非變性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其實代表是說 它保有膠原蛋白的 這個原本的三股螺旋的結構 並沒有被熱去做個破壞 所以它在身體的一個效果上 是去啟動我們身體的一個 免疫的機制 那因為我們關節發炎 就是一種免疫的現象 所以它其實啟動了 我們身體的免疫機制 它可以直接去達到一個 消炎的一個效果 像我婆婆她關節不舒服 但是他們去注意到 它是S型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關節變S型 膝關節嗎 還是群身 腰椎 她因為腰椎已經S型 沒有醫生敢幫她開刀 你S型是不是要用力 兩隻手要去撐那個拐杖 然後她的腳又站不直 那就加上我們剛剛也現在在學 腳底要幫她按摩 可是那時候沒幫她按摩 所以她整個全身是不是都不舒服 OK 她就看電視 就說 那個吃這個不錯 電視廣告說 有時候大家吃得很好吃 對 隔壁說我吃得不錯 她就吃了 那我就直接跟她挑明 我說婆婆 你不是每一個都能吃 你S型怎麼吃都不會變直 對 但是她就吃止痛藥 可是我就跟她說 你可以吃一點膠原蛋白 跟有一個叫MSM 就是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軟骨素 那些東西有一個抗發炎 你吃的效果會不錯 結果她吃了兩個禮拜 她就說 真的 好有效 我要是五年前吃就好了 然後她就叫隔壁吃 我說隔壁那個是筋骨發 也不適合 她不是 她是韌帶發炎 你懂嗎 所以大家情況都不一樣 要搞清楚 我說 全世界像你S型的沒有那麼多 你不要每個都說 我吃這個很有效 所以我在這邊要講的是說 不管是龜如二鮮膠 軟骨素 還有這些 你一定要分清楚 你是筋膜發炎 還是骨頭跟骨頭 還是你是要補硬骨 還是補軟骨 還有你有吃抗靈血劑的 還有你在洗腎的 像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 它有分高鈉跟低鈉 你要選擇低鈉 還有有定劑 有喝的 拜託各位看完之後 請你由醫師來幫你選擇 你不要自己亂吃 我覺得有一些很簡單的原則 就第一個你不要過度 你不要三五種一起吃 那絕對是會超過的 因為有的它的葡萄糖胺 裡面已經有加鈣 那你又吃了一個補鈣的 那你又吃了一個 那種每天的維生素 那你就補了三份鈣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節食之類的 對 有時候過量補充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是為了某一種疼痛 或是哪邊不舒服去補充的話 你吃三個月 大概就要有一定的效果了 那你如果要吃好幾年 那可能是不是時間上太久了 那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它費用太貴 好幾萬的 那我都叫別人 你一種保養品超過三千塊 其實你要稍微考慮一下 OK 就是不要超過三種 那有效的話應該三個月內 應該要有一定的感覺 那太貴的不要考慮 而且其實現在有很多相關的研究 也幫大家比較了 像我們的關節發炎 就是很像是一個房子在著火 那當我們房子著火的時候 其實你這時候應該要先滅火 還是先蓋房子 當然是滅火 當然是滅火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在一些傳統的一些飲食 或者是我們的傳統觀念 就覺得說要以形補形 我的關節在痛 我就要吃跟關節有關 像是一些軟骨的東西 所以就會補充像是 葡萄糖 軟骨素結等等的 這些其實就像是在蓋房子的原料 所以其實效果並不是這麼的好 那我剛剛介紹到的這個 它其實就是去啟動我們身體的這一個 免疫的一個機制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達到 直接滅火的那個效果 就比較像是在是 消防員直接幫我們做滅火 減少關節的疼痛與發炎 對 其實也有很多的一些臨床的研究 有發現是說 像是這個 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 因為它是經過特殊的萃取技術 去萃取 從肌胸軟骨中去萃取的一個 三股螺旋的膠原蛋白的 第二型膠原蛋白的一個天然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減少關節疼痛跟發炎的一個現象 會是一般我們傳統說 葡萄彈蘭加軟骨素的兩倍以上 不管是說它的一個 在活動時的疼痛感 還是在我們在靜坐時候的一些疼痛感 像我們剛剛 我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個那個80多歲的這個老奶奶 她後來就有在補充這個 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之後 其實她覺得 它的關節的靈活度 確實有變得好很多 而且她過馬路的時候覺得 好像輕鬆多樂 心裡的那個壓力也被放下來